嘿大家好我是豬豬鞋 對 標題你沒看錯 草莓不是莓果的一種香蕉和西瓜材質 這怎麼回事呢 首先我們要從莓果這個東西的定義開始說起 莓果類或者正確來說叫薑果類 在植物學上的定義是 單一脂肪所生出的多脂肉脂果 意思你不能有像莓子、芒果、桃子 這樣子有中間存在一大顆脂 而是只能有多顆小顆的脂在果肉裡面 而草莓這東西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首先我們一般吃的草莓的果肉 並不是由脂肪發育而來的 而是由花托膨脹產生的 而草莓上的子也不是真正的子 那其實反而是它的果實 這種果實通稱為瘦果 例如像日葵的種子也同樣是這種瘦果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 草莓根本就不是莓果 它是一種假果 因為它是由脂肪以外的構造發育而來的 同樣的 黑莓和覆盆子或叫樹莓 也同樣不是莓果 而是聚合果 因為它們是由好幾個小果實聚在一起 這也不符合莓果的定義 相對的 香蕉和西瓜還有奇異果 就非常符合莓果的定義 單一脂肪膨脹而成的 多子肉質果 事實上 青椒 小黃瓜 在植物學上也都是莓果類 但一般生活中 它們連水果都不算 這就是典型的科學命名 和俗名天差地別的例子 比如說電蠻 它也根本不是一種蠻魚 它反而比較接近鯉魚或鯉魚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都有一種叫做 尾伯器官的東西 尾伯器官指的是一種位於 第一到第三椎骨兩側的四塊 負責連接漁標和聽覺系統的小骨頭 我開始覺得有點同情生科系的同學了 好 現在你知道 我們日常生活中講的一大堆名詞 其實根本就不符合科學定義了吧 接著呢 請把它好好的憋在你心裡面 不要到處去糾正別人 這樣很討人厭的 這種事情交給我來做就可以了 救救你自己 好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別忘了按下一個讚 想要更多的話就 歡迎訂閱 然後順手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或是點擊螢幕上這些框框也可以 那這次就這樣囉 我是啾啾鞋 下次再見囉 掰掰 請多时 下旁邊的小鈴鐺 請多時 請多時